请董 李武招牵马上开始了 那个人找到了 他没找到 你抱不见 你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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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怎么是他 叫学武 你还不孟格 这已经是秦宇斌击败的第二百七十八个舞者了 其美貌和实力的一生 真不愧是北辰舞蹈界 百年不遇的 坚持娇女 你们这么多男人 别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 有啊 快点快点 嘿 美女小姐 是不是 只要我爸爸赢了 你就当我妈咪了 为什么他 给我一种 是曾相识的感觉 哪里来的乞丐 妇女 连我们这些乌扯都不是亲子 对手 你这个乞丐 怎敢上台 这小的不懂鬼节就罢了 臭乞丐 今天白日的 你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不成 哪条规矩规定的乞丐不能上台 不好意思 你们秦总 我今天还去偏娶病了 你 想娶我 先打败这些舞者再说吧 这 他什么时候下来了 爸爸 你只要再把自己帮妈妈跟妈妈回来 不要许你们秦总 有谁不服啊 我不服 我也不服 臭乞丐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配 那既然都不服 一起上吗 你 你 老子一个就够了 你到死 打人都没力气 还说自己是偶扯 都说了让你们一起上 这样不就省时间了吗 老婆 该你上了 秦总 他的实力 的确出乎我的意料 他也仅此而已 不过 这乞丐 确实是这三个月来 最强者 勉强就选他 你和妈妈妈妈 就可以一起睡觉觉了 萌萌 妈妈跟你睡觉可以 大哥你爸 不行 为什么 我的男人 必须比我更加厉 铁云 想上我的床 跟你超过我再说吧 我在擂台上 只用了万分之一的石 没想到被他给看遍 叶云 还愣着干嘛 带着萌萌 上车 去哪儿啊 结婚证都领了 当然是带你们 去家见爸妈了 叶云 我秦家可是武道士家 我爸妈更是以武为尊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秦宇宾选择的来 待会儿嫁到我爸妈 可别给我丢 以武为尊 那不正好吗 照我枪口上 就你这三小猫的功夫 是可儿时吧 你得让妈咪看遍咯 就你放不过 走 爸妈 我回来了 玉冰 你 你怎么 怎么带把个臭乞丐回来 妈 她是我的丈夫 叶云 这是我们的女儿 叶萌萌 我让你比武招亲 去找个高手回来当靠山 你居然 你居然给我找个臭乞丐回来 大笨蛋 我爸爸就是高手呀 萌萌 叶云 你平常在家是不是老个萌萌吹牛 搞得萌萌现在都开始胡说八道 萌萌说的实话 白者是客 但我秦家的场 不是谁都能喝 德君 你不受伤吗 受伤 我二十多年没受伤了 萌萌 大神那家高手 即便是隔着茶杯 也能上一步行 他真是想给业余一个下满飞 秦家南北城八大五道家族之一 我秦家的茶 下个招待 您能忘记 上个招待了 不到就不 雷独 这招待死 怎么会做的内劲 居然休失 国主也好 乞丐也罢 不就是一杯茶而已 没必要上纲上线 还有 伯父 您这个茶火候差点 我帮帮您 美丽紫茶 叶宇 你的手居然没事 没事 倒是你家的茶 还不错 我爸他居然没有为难叶宇 爸爸 可蒙给你 三口一头鸡 哦 爸爸平时怎么教你的 爸爸吃鸡蛋 叶宇 虽然我不知道 我爸为什么没有为难你 但他们不可能轻易认可力 立刻剃掉掉 大宝子 你怎么回事 刚刚不给他个下麻麻 也就算了 还给他端茶倒水 我端茶倒水啊 我给他递茶的时候 他不但轻松的化解了 我的内劲 甚至啊 还有内力重茶 区区内力重茶 大把火系风发都能做到 这就把你下来 送你到 说得轻巧 你行 你上 我上就不上 饿死鬼扣他 臭气贷 没人教你 吃饭规矩吗 这菜摆在桌上 不是让人吃的吗 你光看不让吃 那就恐怖 想吃 那要看你 能有这个本事 我妈竟同十八弹兵器 飞花战役 借口少人 快送飞海 妈咪 你放心吧 飞花战役 那都是我吧 我剩下的 老婆 借你快要怎么着 刚来第一天 我母就跟我讲菜 那都不好意思 比你夹起来 你也配 不好 那都值得我 给你夺头 我打不住 你看 我早就说过 她没那么简单 你偏不屑 要不是女儿帮着她 我怎么可能输给她 人都说 女大不中流 这现在刚嫁人 喝不住都往外拐了 妈 我不是不宜的 我也是怕你伤手一个晕 赵宝 这湿子都真好吃 伯母给我家的 你也尝尝 纪云 刚才要不是我帮你 你早就重伤住院了 这头的便宜还没关 那这么说 我还得感谢你 那当然 秦宇兵 你给我出来 我好听 擅闯我秦家 是不把我秦镇山 放在眼里了 我们秦家不欢迎 两个老不死 我 可是武神坛三界吧 只要再赢下一界 我就可以动用武神权力 将你秦家 彻底从北城演出去 是这样的呀 就乖乖让你女儿 沉醒去吧 秦家 迎人一死 也绝不卖你求生 不我走 爸 妈 你没事吧 王奉天 你解开伤我爸妈 提兵 老子追了你那么久 你居然叫你一个臭乞丐 既然你们脑子都进水了 那我就用这双拳头 让你们好快清醒清醒 臭乞丐 多吃点 多吃点 这顿饭呀 可就是你的断酮饭了 爸爸 他长好丑 影响萌萌胃口 谁家的可怕叫的这么难听 一个臭乞丐 没想到你还真乱伤 一口一个乞丐却被我拿手拎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 骂起来 不过就是三脚猫的功夫罢了 也敢在本少面前唱 大天 黄浩天 他是我的男人 谁敢动他 谁 我再给你最后一晚上 直接好好考虑考虑 要么跪下来沉重 要么 整个秦家都给你配到 想想 雨编 每日武神谈 我们不去 我秦家的百年纪业 不能毁在我手上 武神谈 我必须去 这 宝宝 刚才要不是你盼着我 他已经是一具死尸了 你够了 刚才要不是我救你 成为尸体的那个人是你 明天 如果武神谈输了 我就只能改家往后跳了 我该怎么办 与其 被我好天做的 不如 与其 与其 被我好天做的 我的第一次 还不如给你 The taste of smoke still on your 爸爸爸爸 爸爸 不好了 妈咪不见了 叶鱼 王浩天 十位高级 武神谈 也不是你能惨合的 这张卡里 有五百万 在武神谈结束之间 必可带着萌萌 我离开北城 越远越好 萌萌 我们走 去哪 武神谈 借你妈妈回家 老爷 夫人 你们没事吧 死不了 两个老家伙 都半截身子入腾 也敢跟我王浩天等 宇宇宾 不说让你别过来 是不死吗 秦宇宾 考虑得怎么样了 是乖乖做我的女人 还是 你凭什么觉得 你能拿下这 武神谈的魁首 凭什么 好 那就让我来告诉 你敢登台吗 你又敢登台吗 你们敢吗 明白了吗 就凭我王浩天 实力登陵绝顶 奉言整个北城 没有任何人敢挑战 他们不敢 我敢 他们不敢 我敢 于宇 这王浩天 可是号称 打遍北城 无敌什么 真累 我们还是认输吧 如果让五浩天 夺得魁首 那他将能用武神权力 叫我们秦家 逐出北城 我必须一世 一边 你的实力 怎么会 我 我昨晚和月云同房之后 他的体内 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醒来之后 我 我的实力就 不倒 怎么能跟夜云同房呢 哎呀 宇宾 你即便是鼎盛石 也不是王浩天的对手 如今实力大减 真累啊 你千万不能胜 宇宾 你赶紧回去 我很大 还能再战 爸 妈 你们哥不是王浩天的对手 绝对不能让你们冒这个险 哎 宇宾 秦宇宾 你赢不了我 放弃抵抗吧 乖乖做我的女人不好吗 王浩天 我知道你一直想得到我 但是昨晚 我已经成为了夜云的女人 你说什么 你已经把自己 交给那个臭乞丐了 你个不舒服道的先生 宇宾 那个乞丐的 你把自己都交给了 他却吓得不敢来 这样的懦夫闹住 你都看得上 你还真是一个贱物 夜云和萌萌 应该已经逃出被证了 只要他们不受欠了就好 我先杀了你 我再弄死那个乞丐和那个小杂种 你走吧 一根破稻草而已 谁敢欺负我妈咪 夜云 萌萌 你们 你们怎么 我不是让你们走了吗 你们怎么回来了 妈咪 萌萌是来救你的 夜云 你还好意思说 因为你秦总的实力大不容紧 要不也不会这么快落败 宇宾比武招心 就是为了找个能宇王浩天 抗衡着的 就 就找了你这么个货色 夜云 你什么忙都帮不上 只会给宇宾拖后腿 宾找了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你还好意思来 区区一个王浩天 我随手就能捏死 至于解成这样 王浩天 是三界武神坛霸主 北城无人能敌 你呢 一个乞丐 竟敢口出狂言 一个小武神坛 不加价而已吗 你 老婆 你昨天晚上太劳累了 现在不宜运动过度 你快下来 我替你收拾那条野狗 不行 我这一退 退去的将是请家百年荣耀 叶云 你打不过他 别白白了送死 请你别啊 既然你那么喜欢乞丐 好啊 都费你的功 我要全城的乞丐轮流玩死你 法治愈成活地不住 天地无地 玄灵金州 莫莫 莫莫 竟然也是无所 我以为是什么呢 原来是金征兆 罗鼠流的外言 好 既然你父女俩相遇 那我就成全 今天 我就当着秦宇兵的面 一拳一拳的 把你的杂成所有 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 跟他们没有关系 好啊 既然你不想让他死 那我就要当着你 玄灵 孟子 叶云 他直播出的旗杆 知道你这么风鸣附身吗 叶云 都是约你 要不是你 你兵子不会有新品之用 你除了连累他 还有什么用 放心吧 有我在 宇兵今天一根头发不断 叶云 此刻秦宗 正在奉力地保护你 你这个废物 现在上去 只会拖累他 赶紧带着门门 赶紧关 死了 死吧 快让妈咪 去死吧 黑玄章 你 你 你 赶紧带着你 你算什么东西 小乞丐 你又偷袭我 你也太拿自己 当回事了吧 我如果想偷袭你 你的坟头草 都已经长三米高 老爷夫人 那个乞丐他上去了 算得还有点血性 上去有什么用 就是十个燕云 都不是王浩天的对手 燕云 你怎么来了 你快带王浩先走 老婆 你放心 这里交给我 王浩 照看好你的妈妈 说到 王浩天 欺负你而算什么本事 接下来 我陪你个 来 秦宇兵是北城天之交 你 勉强有资格死在我的手里 至于你 一个臭乞丐 连死在我手里的资格 怎么 怕 怕 怕 我怕你死得太快 来吧 不 你先捣住了 什么我神坛霸水 吐鸡马狗而已 什么 王浩天 听说了 还说给一个乞丐 到底是什么人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叶云的实力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 叶妈 好棒 妈咪 我就说嘛 爸爸一定会赢 王浩天 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也能称上武神坛的魁首 要我说啊 你给武神坛改个名字吧 就叫 叫病猫坛了 好小子 这是你逼我的 苗江毒丸 王浩天 你居然服用信用 你碰了吗 没错 就算这枚毒丸 会让我筋脉受损 我也要让这个臭气 看死无葬身之地 叶云 他使用了王家绝学 你快跟我走 走 为什么要走 王浩天 他服用了苗江毒丸 实力爆炸三倍 你不是他的对手 宝宝 匹服再大三倍 也难撼动情间之说 叶云 你 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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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想不想看我破了 他这个什么 仙猪手 叶云 走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看这么玩笑 他这一掌 这个北城无人可敌 你拿什么锁 我 看好了 我的手 我的手 碧其锋芒 攻其不一眼 原来大黄浮屠手 还能这么破 这小乞丐 倒是有点意思 大小姐 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 王浩天 不入流的货色而已 败了就败了 至于我看上他 他还不够格 错了 那几个居然真的把王武神的招式给拨了 不过是取笑偷袭 他根本不敢应接大黄浮屠手 即便是偷袭 终究是胜了 王浩天三分啊 难道 之前是我们看走了眼 老爷夫人 该不会是 秦总和叶云通完房之后 叶云吸出了秦总的实力 太为己有了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 难怪呢 就是 他一个乞丐 怎么一晚上 功力被增 可我爱一个的多厉害 原来 他是将我当作如定 才有现在的事 叶云 这招 我王浩天一定会抱他 你给我等着 我让你走了吗 慈禧干 北城万千五 也以我王家为尊 在北城 我王家九十天 你若敢动我一根手指的 北城百直 将对你 恬不死的笑 我 缺取北城而已 敢动我的女人 全天下都保不住你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我要是死在这个 气概手中 七日后 我爷爷出关 你们百足 都得给我陪葬 什么 天三贵是王兄要出关了 七年前 他就压得整个北城 喘不过气来 如今出关 那喊得了 不 王浩天不能死 臭乞丐 立刻把王兽放了 放了 凭什么 哼 不放 那你就别像活着 走出武神堂 小子 我承认你有点实力 但是 我们中毒的武者 联合出手 杀你 一如反掌 叶云 快住手 难道你要带着秦家 跟北城武者作对吗 就算你赢了我 又如何 现在全城武者都在我身后 立刻 放了我 但我下跪求他 或许 我可以考虑让他 留你一个权势 叶云 快住手 武神堂鼻垒 你已经获胜了 别再结尾生枝了 你但杀了王浩天 我们秦家也保不了你 叶云 我知道你是想为我出气 但你杀了他 会被全北城击杀 你快带蒙蒙走 别再为我犯险了 宝宝 我说过 谁如果敢动 全天下都保不住他 大嫂姐 他真的敢对王浩天动手 虽然身份卑微了些 但这果断的性子 倒是很合我的口味 不过可惜了 面对北城成百上千的武者 他必死无疑 什么 我说死了 这个疯子 他杀了王上 你叹娘的才死了 还穿了一层乌龟壳啊 还好 有我爷给我的龟甲护铁 要不然 今天真就栽在这儿了 你们一个一个 还愣着干什么 这臭乞丐的藐子 给我一起杀 弄死他 死乞丐 敢打王少 就是打了我们整个北城武刀街的脸 金剑 你别想活着走出武神坛 叶云 你怎么这么傻 我不值得你 对我等着整个北城 你快点走 我来替你倒 诸位 此事有我秦家儿子 李姨有我秦家父子 今日有什么事 你们冲我来 我秦宇兵 一力承担 秦总 你怎么能为了叶云 跟整个北城武刀街做对啊 老爷夫人 你们快劝劝他呀 人虽然是叶云上 但他也是为了我秦家 我秦进山 绝不允许你们为难他 叶云 还傻呢 你干什么 赶紧关 伯父母母 你们这样我虽然挺感动的 不过 别搞得像生死的一别一样嘛 不就是一群苍蝇吗 我随手捏死就好了 叶云 难道你想凭一己之力 对抗北城全部武者 你疯了吗 你能赢了王浩天 这不过是吸取了宇兵的内力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吧 叶云 如果不是因为秦总 你怎么能打得过王浩天 更好快对抗着满城武者 好 既然你们不知死活 那我就连你秦家一块面 大 叶云 你还闹着干嘛 赶快再帮我走 走 走哪去 今天你秦家 还有这个臭乞丐 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 叶云 还不快走 你非得看着萌云 锁在你面 才是干净吗 快走啊 妈咪不要怕 萌云 帮你打开蛋 妈咪不要怕 萌云 帮你打开蛋 萌云 你爸胡闹 你怎么也跟着胡闹 萌云 萌云 我怎么哭死了 这臭丫头 切了努力 萌云 这次多亏了萌云 不然我们死定了 你们妇女俩 除了会偷袭 还会干什么 卑鄙 无耻 敢不敢和我们正面大战 是会有些下三烂的手段 五强五折 你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当武者 难道你们就配当武者吗 为了讨好王浩千 烫瀉一气 不知廉耻 欺负几个老弱妇 你们不觉得羞辈 我们来北城正的 我做 何不让你来质疑 没错 北城武道 百年荣光 岂是你这个臭举干 能体会的 干吗 还愣着干什么 先免得他 再免得钱家 欺弱怕强 欺软怕硬 看来你们整个北城 都已经烂透了 既然这样 那你们都没必要存在了 大嫂姐大嫂姐 那抽起干 金安营了 一己之力 对抗整个北城的武者 叶云呢 叶云 之前 当时我想瞧你了 叶云 金安营了 今天一招 就轻易镇压了 满城武者 一地板 这叶云到底是什么境界 叶云 你只是跟我 跟我睡了一个晚上 实力就突飞满进 老婆 如果我说我本来就这么近 你信吗 不信 那你也到底还没动真格呢 一单飞 你放开 北城百足 竟然连一个臭起干都打不过 这要是传出去 会沦为笑评的 明日 我招架召集族人 不要让他 死无盗生之地 我能驾驭这乞丐 不死不休 对 不死不休 妈咪 他们放电话好漂亮啊 萌萌 这不是烟花 这是他们在摇人 这川雲剑 千军万百相见 不如一炷香 北城百足的高手 就是杀人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时间再来科普 叶云 北城五者 马上就要来了 你快跟我走 老婆 别放 他们来多少 我杀多少 双拳难敌四手 你实力再强 北城五者成千少万 你也只有死路一条啊 叶云 待会儿呀 北城百足高手齐聚 我看还有谁能保得住你 这个青盖 我保了 这个乞丐 我保了 叶云 他是谁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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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会顶着满城五者 来保你 怎么 吃醋了 别胡说 我才没有 哪儿来的女人 你是没搞清楚状况吗 相保叶云 我看你是活泥 敢跟我们北城五道借走 后果 承担不起 小妮子 我看你长得倒是有几分赐色 死在这儿 多可惜 活躁 营区剑道 你是上京柳家的人 没错 我家小姐正是上京柳家嫡女 柳飘雪 什么 柳家 可是龙国剑道第一 家主柳青山 更是可以与国主同桌的五道巨布 给上京柳家相比 北城五道界 家庭 都原来不够看的 现在 还有谁不服我吗 原来是柳小姐 师姐 师姐 您既然来了 那今日 我便饶了叶元这狗命一条 没错 今日看在柳小姐的面子上 放这小子一马 叶元 今天算你小子走运 喂 习盖 我救了你 说吧 该怎么感谢我 你 救我 你恐怕是搞错了 你救的不是我 你救的是他们的 哼 自大狂 不过 你很幸运 被我看上 我现在给你一个当我男人的机会 我猜你现在内心一定欣喜若狂吧 叶元 想做叶元的女人 你还说狗哥 想做叶元的女人 你还说狗哥 什么 你敢拒绝我 姐姐姐你来晚了 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北城第一美人 身价千亿女总裁 人见人爱花着花开的萌萌妈咪 这世上从来没有男人敢拒绝我 你最好乖乖入坠我柳家当我的男人 否则后果 你承担不起 被我们家小姐看上 是你的福气 你别不知好歹 你现在得罪了整个北城武道界 除了我们家小姐 还有谁能保得了你 区区北城武道界 我还不放那眼里 叶元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么答应 让我死 叶元 柳小姐说的没错 她看上了 那是你的福分 你赶紧入坠柳家 要不然 你和我们秦家 谁都过不好 叶元 答应吧 柳家全大势大 我们不会怪你的 宝宝 你觉得呢 叶元 我们离婚吧 我爸爸说的没有错 你 娶了柳飘雪 入坠点柳家 对你 对我们秦家而已 都是好事 叶元 你老婆都同意离婚了 回去再等什么 不好意思 我不同意 叶元 你找死 叶元 小心 翻门弄 零须剑法 零须剑法 哪向今柳家绝学 他怎么可能会 那头子 我 我没看错吧 这叶元 不仅会零须剑法 其威力 更是在柳小姐之上 好大的胆子 你竟然偷学我 柳家零须剑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我 教你们柳家的吧 大胆 零须剑法 乃我爷爷 亲自下船 柳家此次 你知道我爷 是什么人吗 也是你这等臭乞丐 那胖词的 你爷爷 哦 你说你爷爷 柳青山 当初他哭蝶喊娘求我 我才勉强教他 你说什么 这是我爷爷 传给我的千里神行玉 现在我只要 将近捏 算一看老人家 就会出现 你敢把你刚才讲的话 再讲一遍吗 那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听啊 我都好几年 没见那个小脑虫了 也不知道他 身的骨硬不硬 这柳青山 不仅是柳小姐的爷爷 还是上京柳家家主 放眼整个龙国 那也是晴天巨破般的存在啊 爷爷 你是想让我们都死吗 柳老爷子 其实我们能得罪的 爷爷 你就别再激怒柳小姐了 你娶她吧 我没关系 臭乞丐 我现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现在肯跪在我面前 求着当我柳飘雪的男人 我可以今天饶你一命 不捏碎这块玉 陌陌兮兮兮的真麻烦 你不捏 我来捏 你个臭乞丐 还真是嫌自己的命长呀 还敢主动捏碎柳小姐的玉 这千里神情欲被捏碎了 这柳老爷子将为亲灵 柳老爷子向来杀伐果断 这一次是要谁见十里啊 叶丽媛你 算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 你快跟我走 何人 欺我三女 爷爷 白色女 谁人欺你 爷爷 这个家伙胆大包天 不仅贬定我们柳家 还贬定您 谁有三 十几年了 没有人 从此无礼 告诉爷爷 不知死活的家伙 谁 爷爷 就是那个臭乞丐 柳老爷子 这事都是我的错 跟叶丽没有关系 秦总 得罪王浩天 我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可是得罪上京柳家 我们必死无疑啊 这些都是叶丽惹惹出来的 你为什么要替他承担 叶丽是我的丈夫 萌萌是我的女儿 无路如何 我都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出事 老邓都怪你 害我妈咪担惊烫 快给我妈咪告歉 鲁朽未干的丫头 让我父亲出来 我会教他 下辈子如何教你做人 刘老头 是你说要好好教育教育我吗 是 是你 警察 快见叶先生 爷爷 他就是一个乞丐 你怎么给他鞠躬 嗯 爷爷 刘老头 你倒是有个好孙女儿啊 这一上来就强迫我娶她 还让我入赘你跟骨家 不敢不敢 朽血有眼无助 不是真龙 还望叶先生 都要跟他计较啊 爷爷 从小到大您就没打过我 现在为了他打我 他就是一个乞丐 怎么值得你这么尊敬他 我想知道 凭什么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就凭叶先生他救过我的命 什么 如果不是叶先生 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没有刘家 叶先生 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说 我值不值得如此对他 我不知道 刘老爷子的救命恩人 刘老爷子实力高深莫测 还需要叶元打救 先生 这必是 我女儿 叶萌萌 原来 这小丫头是你的女儿 难怪如此开 而且实力不俗 真的是 宠妇 无犬女啊 喂老头 别以为拍 本姑奶奶马屁 这事就能翻篇 都说了 你刚才吓到我妈咪 快给我妈咪道歉 对对对 应该道歉 必须道歉 啊 杰小姐 刚才有所揭露 还请杰小姐 不要往心里去 来来来 我会往心里去的 刚才 这群北城无酒 让这人多势众 欺负 秦小姐 是吧 现在 也该算算账了 现在 也该算算账了 听说刚才 你让秦小姐 和叶先生 走不出这五神坛是吧 不是我 不是我 还有你 听说 你想让秦小 在北城处灭是吗 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 还我命令 凡事 今天在这五神坛上 给秦小姐 和叶先生 出过手道 与北城处命 是 好爷 老头 还有他 他才是欺负妈咪的 罪魁祸首 刘老爷子 你 你听我解释 我让你说话了吗 叶先生 您觉得该如何处置他 说女儿吧 熊姑奶奶 您觉得呢 让我想想 我们知道了 让他跪在妈咪面前 唱征服 刘老爷子 给他唱征服 这我做不到 我不做 不唱也行 那么你们王家 也没有存在的废药了 不唱 就这样为你 征服 却断了 所有退路 哎呀 难听死了 难听死了 别唱了 别唱了 快走 快走 我这就咋 我这就咋 你难道给我记 从今以后 谁敢再跟 秦小姐作对 那就是 跟我上京柳江 作对 这个叶云啊 不但实力强 而且啊 背靠伤金柳家 雨练啊 你真是跟我们 找了个好女婿啊 不过是救了 刘老爷自命 现在人家人情 已经还完了 以后 不可能再管他 你呀 王家夫人不好了 王家家主 王雄出关了 什么 王雄消失这么多年 原来是在闭关 哎呀 他几年前 都已经是半步宗师了 如今主观 恐怕位列宗师 和秦家威一样 这 喂 度假村开发项目 我们周家退出 周岚 你惹谁不好 偏偏去惹王家 我们的合作关系 到此为止 秦总 不好了 王家开始打压公司 现在各大股东 正在公司闹事啊 肯定是王浩天搞的鬼 这王家秦人也太省了 秦人 没想到 我爷爷出关了 上京柳家也保不住你们了 很快 我会让你们秦家 136口人 尸横满门 妈妈 这 妈妈来了 妈咪 你看 月云 你怎么还穿着这身破烂衣服 我这可是战袍 每杀死一位高手 我就会在上面多加一个品顶 什么 独孤求败啊 东华大帝 还有 剑道圣军 这些啊 都是我的手下白将 月云 你别这么不着调 你知不知道 我秦家 马上就要信尔威娜 威娜 有我在 谁敢欺负你 对了 你能不能 把从我这里 夺走的实力还给我 我不想做一个花瓶 我秦玉冰 想凭我自己的实力 保护好尽强 萌萌 接客讯 爸爸加油 老婆 你真想会有实力 是 那既然这样的话 叶昀 你干什么 老婆 你忘了 上次我们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在解灵 还去寄灵人 所以啊 我们得用同样的方法 不 可 可是 怎么 好了 要不然算了 反正你在修炼修炼 这个实力也能恢复 这时间嘛 不久 也就七八年了 七八年 这么久啊 我先走了 谁怕了 来就来 给我老婆准备一张邀请案 让她参加三年后的灯笼幕 我的实力怎么还没有恢复 可恶 一定是业余在骗我 等等 秦总 我不仅恢复了全部实力 还连月三级 成为了半部宗师 什么 半部宗师 没错 我现在感觉 我的实力 已经在业余之上 一晚连月三级 秦总 昨天晚上 发生了什么 啊 这有什么难的 不就是又跟我睡了一晚 胡说 叶余 你别乱说 妈咪 祖跟爸爸睡了 不带萌萌 萌萌生气了 萌萌 原来是这样 秦总 我明白了 那个老婆 灯笼宴的邀请函 你收到了 灯笼宴 你说的是 被誉为 龙门最高盛业的灯笼宴 对啊 我昨天晚上 就派人给你送了 灯笼宴 由龙盟筹办 十年一度 只有龙国最顶尖的舞者 才有资格参加 你给秦总送邀请函 你真以为自己是龙盟盟主吗 叶云 平时你开玩笑 我可以认手 但灯笼宴 那可是护国另界 是所有舞者 仰慕的存在 我不许你去说法了 这帮家 这帮家 不干了 龙门使者 携灯笼宴邀请函 前来拜见 秦小姐 我奉命前来传递邀请函 谈起三日后 准时参加灯笼宴 灯笼宴 这真是灯笼宴的邀请函 还真被叶云说中了 叶云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是我派人的意思 叶云 你就不能认真点 这可是灯笼宴的邀请函 只有龙门高层 才有资格办法 秦总 应该是你 刚刚踏入 半部宗师之境 凤凰明天 引起了龙门的关注 这才送来了邀请函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 像我这么年期有为的 半部宗师 可真是上线 还说不定 龙门真的会侵害我 说假话要被骂 说真话呢 你又不信 跟你们女人打交道 真的 算了 过几天的灯笼宴见 萌萌 走 带你去 一起 秦总 看来叶云真的想去灯笼宴 这邀请函只能尽一点 而且叶云不大大咧咧的 我怕他到时候到了灯笼宴 会惹事 不如就让他在家照看萌萌 秦总 听说此次灯笼宴高手运机 如果能获得五道宗师的庇护的话 那么就算是王家家主 也不能动轻家 对 而且听闻灯笼宴上 龙门盟主可能会现身 你是龙门盟主 宇宙寒毒 这怪叶云 你救了你 龙门盟主 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次 终于能见到你 秦总 这里就是灯笼宴的会场 真不愧是灯笼宴 能进出这里的 除了武道高手 就是市价 要不是我刚好突破 恐怕连进出这里的资格都没有 等等 秦总 那是叶云 还有萌萌 叶云 老婆 这么巧 我跟萌萌正准备进去了 妈咪 我和爹地要帮你先到哦 叶云 这里是灯笼宴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我能来这里 也是因为收到了邀请函 但是我没有资格带你进去 明白吗 当然明白了 不过我想进这扇门 不用邀请函 叶云 你在开什么玩笑 没有邀请函 除了龙盟中人 谁也不能进去 而且你穿得破破烂烂的 进去也是给秦总丢脸 叶云 别胡闹了 赶紧带着萌萌回去 别再捣乱了 灯笼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武秘书 我们走 秦总 我看叶云好像没有离开的意思 或许他要强闯 没事 灯笼宴所谓生理 他要是弄了臂 自然就可以带萌萌离开 妈咪你上当了 萌萌在这呢 萌萌 叶云 你们 你们就要进来了 没有邀请啊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该不会是趁楼下保安部注意 偷偷带萌萌溜进来 对不对 我跟萌萌公民之道走进来 不信你问萌萌 萌萌 妈妈 给我撒谎 说谎被自己的女儿拆穿 萌萌 是门口的萌萌一叔叔跪下来 且要饭饭进来的 够了叶云 你不单单身子闯进来 还叫萌萌说谎 萌萌不可轻夺 这是要是传出去 不仅是你 萌萌又会收到牵连 老婆 萌萌 我已经把萌萌当做了我的亲生女儿 小时出了什么事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我闭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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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是不是对叶云太凶了点 秦总 你一想为了内热 这我都知道 你看似是在关心萌萌 其实也在担心叶云 你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但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太好 不会是北城天之教女秦宇宾呀 倒是有两把是二次 王威 她怎么才传 王浩天的亲妹妹 三年前嫁进了海城第一武秀家族 秦宇宾 别以为棒上柳家就能踩在我们赵家头上 等着东龙宴结束 北城再无亲家 你大可试试 有 半步宗师 半步宗师有什么用 才不是坐在这最低端的人字桌 什么人字桌 灯龙宴里席位划分天地人三种 你这种垃圾只配坐着人字桌 至于我们嘛 只有那弟字桌才配得上我的身份 你对武学一窍不同 凭什么坐在弟字桌 谁让我选男人的眼光好 选的男人是人中最轮 秦宇宾 就算你在拼命练武又能怎么样呢 还不是坐在我的下 所以说呀 这女人嫁得好 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对吧 蓬菲 宝贝 你说的可太对了 哦对了 秦宾宾你不是找了一个乞丐老公吗 怎么没看到啊 该不会是连这个门都进不来吧 哈哈哈哈 你 罢了 不必跟他们计较 我们走 嘿 也不知道叶宾出去的没有 打不定我问问 顺便跟他道歉 这这手机铃声怎么跟叶云的一样 喂老婆 喂叶云你带妈妈出去了吗 没有啊 我还在宴会厅呢 哎 老婆 我看了你了 我在跟着呢 天子一号说 连望海城赵家都没资格落座 他怎么坐在那 龙飞 一定是那乞丐未经允许 善作 善作天子一号可是死罪 除非 他想他要死 秦总 业云他不仅有资格进入东方龙殿 他还坐在天子号一字呗 可是天下五绝才能坐到位置 国下 请问您可是五绝之一 北盖洪显 北盖 他现在应该正忙着 练我叫做翔龙十八掌 那你敢坐天子一号说 找死是吧 金语斌 本以为你那个乞丐老公 是个什么了不得的蛋 别难呀 就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 冒通北盖 得罪龙门 看来都不用我们出手 你老公 必死一夜 秦总 您来当龙夜 是为了几时大人我 必有秦家 现在叶云犯的大错 你如果还想做秦家的话 必须跟他断几块钱 话好好说嘛 至于这么大总干人 我去跟我老婆坐一桌 总可以了吧 你个乞丐 还能有老婆啊 这话说 啊 我老婆就在那呢 不信您问他 钱小姐 这个乞丐 是您的丈夫 北城第一名人秦宇斌 他怎么可能找个乞丐当的 这乞丐一定在胡说八道 我呸 赖还能想吃天鹅肉 这 这是我丈夫 什么 这个乞丐 真是秦小姐的男的 一朵鲜花 插牛粪上 秦小姐 你长什么样子不好 拼命嫁给这样一个乞丐 秦宇斌啊 秦宇斌 你就算挑男人的眼光 没有我好 也不至于找个乞丐上床 你可真是急不择时 好啊 叶鱼 我不是让你带猫乡回去吗 你到底在搞什么 没想过去啊 可是这灯物业 少了谁都行 唯独不能瞅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胡说 秦小姐 虽然她是您丈夫 但擅作签字一号手 难逃意思 抱歉 是我没开好了丈夫 能不能 痛痠痛痠 龙门的规矩 谁都不能破 怎么回事 吵吵闹闹的 王爷 王爷 我龙门的灯龙宴 怎么有一个乞丐在这 宋爷 这乞丐未经许可 擅作签字一号 好大的胆子 来人 这个谢谢 你们这些坏人不许欺负我爸爸 嗯 哦 哎呦 我妈 爸平时怎么跟你说的 比武龟归比武不能按粮食开玩笑 知道啦 这小女娃竟然触碰到了宗师层凯 难道说他的父亲 龙龙 龙龙受伤了 冯龙 抱歉 我女儿她 也是一时兴起 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手下的 你们两个便下去吧 是 新小姐 请借一句说话 新小姐 你的丈夫 她的实力如何 她 她的实力还不错 应该快到半部宗师了 还不到半部宗师 新小姐 你是北城最年轻的半部宗师 你怎么能找这样一个 雷若的男人当丈夫呢 我劝你 还是早点离了吧 免得 被耽误前程 松浪 抱歉 我不能因为前途 就跟我的心上了离婚 而且 要不是因为业余 我也不可能连跃三季 什么 连跃三季 她是怎么做到的 她 她 就是在跟我 同床共争者 你说什么 此等手段 恐怕绝非得先之辈 老夫刚才说的那句话 抱歉 我不想在爱情里面猜杂利益 我是绝对不会跟业余离婚的 我想你是误会了 刚才 我只是在试探你 爱情是神圣不可侵犯 你果然没有让老夫失望 你跟叶先生 一定要恩恩爱爱 拜托偕老 你跟叶先生 一定要恩恩爱爱 拜托偕老呀 风老 您这 好了 秦小姐 你的丈夫和女儿 还在等你呢 别让他们等得太久哟 风老 那我丈夫的 就让他 给你坐在一桌吧 谢谢风老 风老有何吩咐 你查一下月云的身份 要仔仔细细的彻场 还有 把他们一家 调到天子一号说 是 老婆你来了 来给你留着鸡腿呢 是 你还有心情吃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差点被关进了龙门大牢 龙门大牢 那不是我们家地下室吗 萌萌 那可不是地下室 那是爸爸 往坏人的地方 叶萌 你不装会不会死啊 秦家现在危在旦夕 你一直在帮道忙 你这么启总 怎么解释到大人 坐着全场最差的人自桌 还妄想 八街大人物拯救秦家 秦宇叶 就你这脑子 怪不得找个乞丐当男人 因为有空在这里瞎折腾 不如抽空去给你们秦家多买几口棺材 省得到时候你们秦家满门 不失婚礼了 我就是做了个弟子号嘛 他把你们给明白 不过老婆 他们虽然嘴巴臭了 这个人自桌确实配品子 不过你放心 马上 俺就会换成天子 我没有听错吧 就你们的身份还天子桌 简直笑死人了 你们要是能伸桌 我当场就把这桌子吃了 叶先生 秦小姐 冯老请您二位伸桌 天子一号桌 什么 冯老让他们去做天子一号桌 不可能 喂 你确定没有搞错吗 你敢质疑冯老的决定 吃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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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请吧 啊 好 冯老居然安排他们做天子一号桌 凭什么 等等 该会是那个冯老 看上天一名 哦 那个乞丐可真可爱 自己的女人马上就要被跳墙搅了 还不自知 快爸爸 这里有好多好吃的 上一桌好多了 拜拜 你们尝尝这个大虾 那当然了 这可是天子一号 怎么样老婆 我刚才跟你说了 会有人安排我们来天子一号桌子吗 你还不相信 嗯 叶昀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 是不是有什么 你告诉我 老婆 其实我 林总 我们能伸桌 一定是冯老看中了您的能力 跟这个臭企业有什么关系 也是 冯老是龙闷膏子 叶昀 应该是不拿他的发意 你身老土的 快看 那是五罪之一的霓山老鼓 这团奔文艺没有白来 霓山前辈晚辈是海臣赵家赵鹏飞 早就听闻您的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非同凡响 这杯 是我借您的 现在什么阿猫阿狗的 都能跟我喝酒 我 老婆 秦总 这可是霓山老祖 如果能拜他为师的话 说不定能帮帮秦家 还能让秦家搁上一层楼 我知道 但是他 脾气不怪 我 霓山阿姨不是挺好的吗 霓山阿姨 每次来都给我带好喝 都好吃的呢 老婆 这霓山也不厉害 你拜他为师 还不是拜我们去呢 叶昀 你快闭嘴吧 这霓山老祖 屹立于武学之间 仅次于龙门盟主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快点进一谈 我秘书说的没有错 机会再渺茫 为了秦家 我也应该尝试 拜霓山老祖一诗 哎呀 不就是拜个师嘛 用得着那么难 那走 哎 小妮 过来一下 我没有提奏吧 秦宇彬 你那起开战 我居然管霓山老祖 叫小妮 我居然管霓山老祖 一起出了门的火爆 口称灭绝师太 这起根本这么交谈 等着被大血八块 叶昀 你平时可无自来也就算了 但霓山老祖 可是因为有人说错了话 就灭了一个宗门 之后 成他的喜吗 不 风骨 风骨无配就是 他跑到我面前 然后弯腰鞠躬 再叫我一声 大风 山老祖叫他大哥 疯了 这起根疯了 老风 我们离他们远点 小心你山老祖 一会就不伤到你 叶昀 三关键主吧 别给他连累 叶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吃呢 你心惨 等你山老祖过来 马上跟我去一起道歉 远哥 你不知道 我叫他一声小鸣 你不知道他有多高兴 你等他一会过来 你就知道 不是 你山前辈 我丈夫他 脑子有点问题 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 凑了事 都由我来一例承担 还望远山 见过 愿意大动 什么 不会是我听错了吧 这臭七哥 竟然真的认识 那山老祖 这怎么可能 小妮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老婆 秦宇宾 小妮 见过秦小姐 啊 你山老祖 您可思 不敢当不敢当 您可以像叶昀大哥一样 称我小妮便可 你是零食啊 可不想爱你 妈妈要吃零食 萌萌 好久不见了 大黄丹 一一都买不到一枚的大黄丹 大黄丹一粒 就可以增加十年公里 没有味道 萌萌喊呀 萌萌 您少老祖 我替萌萌 向您道歉 小妮 我老婆想要拜你为师 你方不方便 不方便不方便 我几斤几两啊 怎么能收秦小姐为主 但是秦小姐天资非凡 我必将我毕生绝学 亲囊销售 但是这个师徒是名 我可不敢当了 多谢你山老祖 不敢当不敢当 真不敢当 咱们以后平辈相交 平辈相交 不是说 你山老祖的脾气很差吗 怎么感觉 他挺好的呀 小妮啊 嗯 来 用你的铁头工 就我开盒头 叶云 你开盒头 用盒头夹呀 这出国 怎么能让你山老祖来干呢 叶云大哥 什么 这是你山老祖 生的给叶云开盒头 射在弄国的舞蹈剑船上去 怎么乱套了我呀 这 不是阿姨 我也要吃核桃啊 好 好 好 谢谢啊 这 是 你 你怎么让那山老祖 他这么从前 你自己问我们就好 没上来走 可否谢意不说话 啊 可以 你这么久 很危险 险伯 我想问一下 我丈夫叶云 他到底是什么人 嗯 我丈夫 他没跟你说过 我丈夫 我丈夫 既然叶云大哥还没有说 那我就更不编戏了 否则 要是大哥怪罪下来 那可给我喝酒的 哎 其实你丈夫啊 他就是一普通人 那 那您为什么叫他 大哥 众所周知 我向来喜欢五文龙 而你丈夫他 又精彤 诗词歌赋 我对他 甚是紧张 所以啊 就败为大哥了 啊 这 秦小姐 我门中还有事 就先告诉我 秦总 可是说啊 叶云哪有那么大 的事 我还以为 叶云是什么大人物 原来只是五文龙墨 好了 叶云的身份查到 叶云的身份查到 快说 叶云身份如何 什么 没有什么豪门的背景 气有此理 亏我还以为 他是什么高人 风老 那咱们接下来 该怎么办 那还用问 我今天向这个 烂鱼 充出了旗带 给我赶出去 清玄大人 我是冯庸 您有何吩咐呀 冯庸 盟主大人已经身处 登龙业内 什么 门主大人已经来了 那他现在 不该忘了 别忘了 好好打理 登龙业的秩序 否则影响 盟主大人心情 拿你试问 是是是 蜂佣明白 风老 那我这就把 那个齐人赶出去 等等 我虽然没有 见过盟主大人 在盟主大人 向来宅心仁厚 若是让他 看到我 驱赶若想 别拉低 对我的印象 罢了 看在盟主大人的面子上 勉为其难 养着个乞丐 再多留一会儿吧 是 什么 风主大人 这要是 这可是封了 亲口说的 我这伤口是 告诉你的 千万别 我走 这 我 你说 把盟主大人的 快快快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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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听到一个 金钱大命名 龙龙盟主就在现场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确定龙龙盟主 就在这夜卫厅里 没错 听说是佛网亲口说的 太河 龙龙盟主 就会有救命之后 如果能找到他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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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宴会厅里面 人山人海的 怎么找 听说龙盟盟主 山龙剑手不见脸 如果他不想现身 确实无法找到他 妈咪 我知道龙盟盟主是谁 萌萌你知道 对呀 妈咪 爸爸就是龙盟盟主啊 萌萌 这可不是小孩玩过家家 你不许想混淆啊 叶云 你这么大个人了 跟萌萌玩过家家 还有扮演龙盟主 休息什么国家家 我就是龙盟盟主 你 叶云 龙盟盟主 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给我好好吃饭 你真麻烦开玩笑 北城王将大 秦董 是王浩天和王家家主 王雄 秦宇兵 上次我在武神坛说 这仇我一定不 现如今 我爷爷出关 就算是上京柳家来了 也保不住你了 王浩天 你要干什么 这里可是灯笼宴 你说的没错 天下不以龙门为生 在灯笼宴内 我自然感动 但是啊 出了这扇门 我别让你们 事业无缺事 听说王雄闭关 七年了 而龙门门主 已经七年没有录面了 不是说龙门门主就在这宴会厅里吗 难道说王雄就是这龙门门主 爷爷 看我们在逃命里呢 爷爷 难道您真的是龙门门主 我什么是 怎么可能是龙门门主 但老夫现在若是夫人 岂不是下白台 什么龙门不龙门呢 大家都是武道中人吗 爷爷 要是这么说 您真是龙门门主 爷爷 你忙我忙的好苦呀 我告诉你们 我爷爷 乃是龙门门主 两个主 也罢 听说龙门门主 已经失踪七年 这灯笼宴也许不会来 秦总 王雄他会真的是龙门门主吧 老师 当年救我的那个人 不会就是这个 造了头子吧 秦总 你就先别会儿 你的救命恩人 他真的是龙门门主 他秦家是难道的 秦宇彬 现在知道怕 我爷爷可是龙门门主 别说是你们秦家 就是上京柳家来了 那也是谈指可 秦宇彬 我爷爷是龙门门主 就算我在这东龙院内动手 没有人能拦得住 接招吧 那 委屈就是规矩 登龙门 师爷 我明白了 您说的对 我作为龙门门主的孙子 我应该你先说说 秦宇彬 等你们出去 我灭了你秦家 他 萌萌才是龙门门主的女儿 老灯敢冒充我爹 不怕鼻子变长吗 我冒充你爹 你爹算什么东西 你陪爷爷冒充 白在装 要不然你发个誓 如果你不是龙门门主 你就断死绝孙 天打五雷虹 炸胆 敢侮辱爷爷 找死 爷爷小心 老 秦宇好像不是赵鹏飞的对手 多怪你演员 秦宇还不是为了保护你 秦宇要是出了任何问题 我一定给你那碗 秦宇宾 你只不过刚刚进入半步踪施 而我三年前就已经是半步踪施了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斗 叶云 他是我的男人 想动他 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大舅哥 下手轻点 可别把他玩死了 我还要眼睁睁让这个废物看看 我是怎么怀弄他的命 你放心 我先废了他的武功 到时候是原是原 你自己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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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气该是你 我的女人 真能无情 至于你 算什么东西 叶云真的打赢了赵鹏飞 亏我还一直以为 叶云的实力在我之下 理想到 他已经到了半步中式之上 叶云 那天你在我神台上 紧藏实力了 你 你对我的实力一无私 换作之前我当然不 但今天 我爷爷已经出关 杀你之后杀鸡 没错 他老人家现在是龙门门主 你敢打我 就是和整个龙门为敌 爷爷 还望您出手 将这家伙打得死无葬身之地 叶云是吧 我不想破坏 登龙燕的灰局 你现在跪下来 此段双手 我可以让你活着 走出那个门 否则 我送你们 去死 秦总 如果他真的是龙门门主的话 那就算叶云有再强的实力 也抵抗不住啊 叶云 我们寻他 实力不是我们能抗扰得了的 你现在能够回去 老婆 我现在如果走了 怎么给你上演一出打假和行戏 打假 这个糟老头子 以老卖的 冒充龙门门主 这不就是打假了 小子 这是你自觉坟墓 那老夫就不客气了 都给我住手 冯老 谁这么大胆 敢在灯龙烟闹事 就是他 冯老 就是这个乞丐 先对我爷爷无礼的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要乱讲 要不是你们几个一直在这放屁 影响我跟萌萌的食欲 我至于把你打得像一条死狗样吗 啊 你 你说谁是死狗 够了 今天我冯勇把丑话说在前头 人族已经在场 谁要是再敢闹事 就休怪我龙门不假情面 冯老 谁是我爷爷呢 他就是 爷爷 您怎么了 您不就是龙门门主吗 爷爷跟你讲过 闻人主是要低调 就低调 我明白了 臭乞丐 你给我抖着 这笔账我待会儿再跟你说 多亏了冯老 不然 我跟叶人恐怕是要凶多几手了 但是 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世 我秦家 怕是要完了 好了 灯龙烟开始 上灯龙仪 我煮玉刺的灯龙主 天下只有龙门门主能坐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们马上就要见到门主大人的庐山正面目了 爷爷 这是龙门专门为您准备的位置 您快上去坐呀 快 是呀爷爷 你赶紧上去 这样大家都知道你是龙门门主 我们王家 说不光是北城第一 而是龙国第一了 对呀 以后 我们赵家 也能跟着水涨船高 前途无量了 爷爷 我扶你上去 上什么上 上什么上 爷爷就喜欢以普通人的身份 跟凡夫俗子相处的感觉 要不然我一坐上去 那还怎么低调 怎么低调 啊 我明白了 还低调 还低调 爷爷 您贵为龙门门主 还能这么低调 行事 真是 佩服 佩服呀 妈 王雄 他就是龙门门主 等龙夜一结束 他 他就要灭秦家满门 妈 你们快带着秦家人出国 越快越好 老婆 这老头就是个假货 没什么好怕的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叶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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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了 你是非得要看着我秦家被灭门 你才可罢凶呢 你说我老兄不是龙门门主 那你告诉我 龙门门主在哪 齐总 齐总 萌萌不见了 萌萌 这 叶昀 萌萌不是一直在你身边吗 他人呢 妈咪我在这呢 萌萌 他 他怎么坐上了灯笼椅 秦总 那灯笼椅只有龙门门主能坐 这大天广众的 门门岂不是犯了大错 谁家小孩那么大胆 连龙门门门主的椅子都敢坐 你 竟然敢擅作灯笼椅 他的家人可是要倒大胆了 秦宇宾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 这灯笼椅只有我爷爷陪子 擅作龙椅 你秦家有八十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萌萌你快下来 妈咪这本来就是爸爸的位置 萌萌才不下去呢 岂有此理 秦宇宾 我看着你有些天赋 才让你进来 你现在居然纵容你的女儿 少乱宴会 电我刚容易 风浪 对不起 我女儿她还小 不懂事 你跟我说这有什么用 等到了龙门帝王 去北狱猪说吧 叶云 你快 你快跟我们下来 走 叶云 叶什么 跟我懂事 你上来 滚下来 萌萌说的没错 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我 就算我们一家的坐在这 你们又能如何 我靠 见过嚣张的 你见过这么嚣张的 敢在灯笼宴上搞事 他还真是头一个 叶云 这可是灯笼椅 你是想怎么死得不够快吗 妈咪 你就放心 跟萌萌坐一起的 萌萌之前啊 天天坐这 爷爷 他坐的不是您的位置 这您都能远 快把他们开始杀了 萌萌糟糟糟 成何气度 我平时怎么叫到你 不用爷爷出手 自然会有人错 是你杀我爷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杀 你别杀我东西 秦宇兵 你今天是要跟龙门作对吗 抱歉 纷老 我本无意与龙门作对 但无论如何 叶云是我的男人 即便这是一条不归路 我也要陪他走到底 好 秦宇兰大人 有人在大闹灯龙宴 请你速速赶过来 哦 秦宇兰大人 可是见过门主的 真实面目的 叶云 我看你到时候还怎么做 你个臭乞丐 实际上的立刻 从灯龙宇像 给我滚下来 我爷爷才是龙门门主 这个位置 只有他配置 你要不问问你爷爷 我敢让 他敢做 我爷爷就是龙门门主 有什么不敢的 爷爷 这个位置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走 坐上去 给他们瞧瞧 两个丑 老夫又不是龙门门主 让我做灯龙宇 是请老夫命长是吧 你这打下这枪啊 爷爷乞丐在上面红颜乱语 你们就跟他交针 我就是怎么教导你们呢 当次的 很决的 是是是爷爷 您教训的是 看到没有 我爷爷他大人有大量 这次都跟你借酒 算你整遍 大人有大量 我看你是没这个短望 黄口小儿 你要是再侥幸我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 叶云 别再嫉妒他了 他可是龙门门主 就算咱们全扎死来 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咱们快逃吧 小老头 你如果真的不客气 你就坐到这个龙椅上 如果你不敢 很明显 你就是个假货 小子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老夫就成全你 坏老头 想打我吧 先过我这关 萌萌 放心 他不是萌萌的手 叶云 龙门门主 可是武林第一高手 萌萌怎么会是他的对手 你不信啊 看着就好了 小屁孩 别以为你年纪小 你这样才杀了你 老邓 别以为你年纪大 萌萌就不敢打你 萌萌 打了 臭乞丐 不是我说你啊 不是躲在女人背后 就是躲在你的女儿背后 你还真是一个窝囊废 叶云 刘萌 你这么当父亲的吗 再打下去 我熊 会把萌萌打成重伤的 叶云 放心 好戏还在后 爸爸我忍不住了 哎 行吧 那就破例一次 终于能把这些凡人的东西解开了 这是大宗师级别高手 用于武道负重训练的千金 这四名千金一加一千 四中拿四千金 这小女孩究竟什么实力 叶云 你居然一时让萌萌背负着四个千金一 是啊 不然她未来怎么能达到我 四千金 这也太夸张了 带了这四个货东西那么久 今天总算是喘 宝宝 看本国奶奶怎么收拾你 你 什么 你 她居然输了 坏老头 你输了 你该死没想到这萌萌要脱卸去千金印之后 竟然如此厉害 大宗师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臭乞丐 她的女 怎么可能达到大宗师的境界 怎么样老婆 我说她打不过萌萌吧 现在你相信了 七岁的大宗师 那到萌萌从娘胎里就开始练武了吗 老头 你不是一直自称你自己是楼门门主吗 怎么 还输给一个七岁小女孩 你 爷爷 没想到你居然输给了一个萌萌小丫头 爷爷 您千万不能因为她年纪就不动真格的 输给一个小孩子 萌萌门门主的面子从哪喝呀 是 是吗 那你倒是让她动动真格试试 小子 欺人太深 小子 连忙的都知道 愿赌服输 你胡子都白了 还耍赖 修修修 我 你 今日 我若不找回眼眠 则叫森拜明天 他吃了苗姜毒丸 他吃了苗姜毒丸 叶宇 接下来 够了 糟了 猫猫 没事吧 猫猫没事还没打 跟你妈妈在一起 剩下的 交给爸爸 嗯 我说那天武神团 怎么有人敢公然可疗 原来是跟你这个老子去 哼 果然是 少娘不正 下当歪 你 欺负一个小女孩 算什么粉丝 来 我被你骂 叶云 你女儿说了 现在轮到你这个当爹子 过来找胆子吧 叶云 就凭你啊 也想跟我爷爷看好 我劝你啊 还是老老实实的躲在你的女人 和你的女儿背后吧 小心丢了性命 叶云 别去 萌萌是大宗师 都打不过他 而且 他是龙门门主 咱们是做不过他的 如果龙门门主 是这种货色 那龙门还能被称作天下武道 龙门为首吗 三招 什么意思 我让你三招 免得别人说 我欺负老人的人 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 宣法太烂 步伐太慢 实力 太长 你这是什么实力 老婆 我现在就让你看清楚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 龙门门主 爷呀 爷呀 你 门主大人的独门绝技 九千玄龙绝 你 你怎么会 龙主大人的九天玄龙绝 难道 你 你这真是 没错 我 就是龙门门主 什么 难道 叶元他真的是龙门门主 难道 龙门门主 真的就在我身边 瘋了 您一定是告诉我 龙门门主怎么可能是一个乞丐 什么事 没错 以我看来 只不过是因为他的招式和门主的比较相似罢了 哼 你们俩说的没错 仅凭招式的确没办法确认 好在清玄大人马上就要到了 清玄大人见过门主的真容 爷爷 你以为你偷学几个冒牌的招式 就能模仿我爷爷 我告诉你 清玄大人马上就来了 我看你怎么装下去 你连我爸我都打不过还敢叫盟主 真是一群笨蛋 我告诉你 我爷爷这是因为刚出关 还不是 这臭乞丐盖赢了 他纯说侥幸 叶元 你知道冒充龙门门主的罪过有多大 别说是你 就连你们整个秦家都要跟着一起赔罪 叶元 我们还真的相信 你就是龙门门主 叶元 我知道你是想救我们秦家 可冒充龙门门主 一旦被证实 不只是你 我们秦家都会被 如果 我真的是龙主呢 够了叶元 我 我的丈夫是龙门门主 你 这我怎么相信 清玄大人的 清玄大人 您来了 爷爷 清玄大人 他见过龙门门主 一定真的撤离 我就 清玄 见到我爷爷 还不下跪行礼 你让我 给他跪拜行礼 那当然 我爷爷可是龙门门主 你不跪他跪行礼 他算个什么东西 也肯冒充龙门主 就算我爷子不是龙门门主 但这个废物 这个穷几个 他也绝对不可能是 一旦大包天 不但登上了风龙门 而且还口口声声说 自己龙门门 清玄大人 还望您出手 朱砸酒砸 好天 好天 你没事吧 好天 元大人 你怎么又打我 他才是暴白祸呀 属下清选 拜见盟主大人 属下清选 拜见盟主大人 什么 他 他真的是盟主 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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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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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我才敢准备先暴冲盟主 我保险完了 我保险完了 小雪呢 起来了 谢盟主 你知不知道 我老婆都快急哭了 办事不利 如果再有下次 小心我扣你工资啊 抱歉盟主 以后这种事 再也不会发生了 什么 信任他真的是盟主 我以前那样对他 原来 他真的是个盟主 我觉着他没相信呢 盟主你看 盟主早说了 你偏不信 盟主大人 他们 怎么处置 打入 龙门天牢吧 是 盟主大人 饶命啊 我愿意献上我家 所有的家产 最坚信 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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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这就你 你让我给你 行行行 都怪他们 都怪他们 这个盟主 还怪他们 全盟主 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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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别愣着了回家了 走 叶云 不 门主大人实在没有想到 您竟然还有这层胜负 那你大笨蛋 爸爸早说了你们骗不是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错 吴 吴秘书 您带萌萌先去一边玩 我有些话 要单独跟叶云说 这 老婆 你怎么突然这么严肃啊 盟主大人 多谢你当年的救命之恩 这是你当年救我的颜阳玉 现在我把它还给你 老婆 都已经是夫妻了 用不着这么见外 盟主大人 救命之恩就是救命之恩 绝不能含糊 果然我的担心是对的 于宾一旦知道我的身份 终究会与我产生隔离和疏远 或许 我应该选记忆吧 你个业余 龙门盟主 居然扮成乞丐来骗我 还帮我玩的团团拽是吧 很好玩吗 不是老婆 你刚才不是还跪下 一口一个盟主吗 你怎么现在就 我刚才的恩情已经交代清楚 现在 我是你老婆 走 跟我回家去 慢慢给下来 好好好 轻点轻点 老头子 你手脚麻利点 龙门的人马上就要来了 盎兄既然是龙门门主 天要灭我亲家 快开 快走 妈 雨饼 龙门都会 repeated 你们还回来干什么呀 赶紧 快跟马逃离北上别 妈 咱们 不用逃了 龙门不会来对它咋了 什么 这龙门门主啊 不是别人 这是 业余 就他 太龙门门主 虽然我们老了 但是没有老糊涂呀 这个业人啊 整天不着调 他怎么可能是高高在上的龙门门主呢 你叫什么 二姑三十四舅妈 你们不赶紧去逃避 跑到我们家来做什么呀 逃什么逃呀 现在全北城 谁不知道你们勤家出了个门主女婿 你不能说女婿 你看 你还装 这登龙宴上的事呀 我们都知道了 你们的女婿叶妍 就是龙门门主 以后咱们勤家呀 可要是发达了 什么 你真的是龙门门主 那叶妍啊 你应该在当门门主 以后才能够上我们家 好说好说 爸爸妈妈 明天 我晚上跟你们一起睡 萌萌 那妈妈的床只能睡两个人 睡三个人睡不下的啊 萌萌 那妈妈今天晚上跟你一起睡 让爸爸睡客厅好不好呀 萌萌 萌萌 先去一边玩玩吧 缘分还真是奇妙 要不是那天比午早晴 萌萌恐怕也不会走到一起 说起这个 说起这个 还得感谢萌萌 当时都是因为她 硬拉着我上台 说起这个 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前妻 你是堂堂龙门门主 你的前妻一定很优秀吧 这样说起我前妻啊 她确实优秀 而且武艺高强 心地特别善良 脾气还特别好 你要说起她的优点啊 这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你捏我干什么呢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你的前妻那么优秀 跟我在一起 你一定很委屈 说实话 我从未有过其他女人 那 萌萌她 她呀 无父无母 是个孤儿 萌萌是孤儿 谁说萌萌是孤儿 我 就是她的妈妈 萌萌 来 妈妈去来 阿咪 妈妈来了 萌萌来了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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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